历代至下第十九章 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王宫里去 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护 出来迎见约沙法王 对他说 你怎能帮助恶人喜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必临到你身上 可是你还有善行 因为你从国中除掉亚瑟拉 并且决心寻求神 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 后来又出巡民间 从别士巴到以法连山地 领人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他又在犹大境内的一切设防城中 都设立审判官 他对他们说 你们行事必须谨慎 因为你们审判不是为人 而是为耶和华 你们审判的时候 耶和华必和你们同在 现在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你们要谨慎行事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 不偏待人 也不受贿赂 约沙法又在耶路撒冷 从立位人 祭司和以色列各家族的首领中 设立了一些人 替耶和华施行审判 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处理诉讼 约沙法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以敬畏耶和华的心 忠心和敬心办事 你们住在各城里的同胞 带到你们面前的一切诉讼 无论是流血的事件 或是有关律法 诫命 律例和典章的诉讼 你们总要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 以致耶和华的烈怒 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同胞身上 你们必须这样行 就没有罪了 所有属于耶和华的事 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 所有属于王的事 有犹大家的领袖 以什玛利的儿子 西巴蒂亚管理你们 在你们面前 也有立位人做官长 你们要勇敢行事 愿耶和华和良善的人同在